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什么呢 我不会买 我也不会做 买不好了就做不出来那个好吃的味道 而且做不好了就会腥 咱们先说买吧 怎么挑这猪肝啊 王叔 挑这猪肝啊 首先看颜色 颜色一定要降红色 降红色 对 再一个咱们拿手试一下 非常的软嫩 弹性 这就是新鲜的猪肝 新鲜的猪肝 如果要是冻过的猪肝呢 它颜色比较发暗 捏起来弹性非常差 吃到嘴里的口感呢 比较柴 猪肝去腥关键点之一 挑选颜色降红 有弹性 新鲜的猪肝 猪肝应该怎么切呢 猪肝就直接直刀切就直刀切起来 对 切成小片 对 咱们这道菜呢 因为是炒猪肝 不是溜猪肝 所以呢 片就稍微厚一点 稍微厚一点 对 吃起来口感更棒 咱们中医上说 春天要补肝 吃猪肝肯定的作用 猪肝不含大量的维生素A 对身体有很好的帮助 尤其是对眼睛有明目作用 对 好 切完了猪肝 咱们说这个洗 这洗猪肝也很讲究 咱们看看王师傅 怎么个洗猪肝 就普通的凉干水就行吧 对 我们加一点白醋 加白醋 对 为什么要加一点白醋呢 一是白醋可以把它黏液洗掉 再一个割上清水 可以把它这个洗就拔出来 有时候家庭里面没白醋 普通的食醋行吗 割盐也可以 割盐也行 对 割家庭的米醋也可以 米醋 盐 白醋都行 对 也有一些家庭里的老人说 猪肝要多用清水泡 泡半个小时 有这个道理吗 也可以 但是咱们这是快速的办法 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这方便 好嘞 好 关键点之二 加少许的白醋 将猪肝清洗干净 下面我们开始腌制一下 腌制一下 我摸一摸 加了这个醋之后 我看看还黏不黏了 果然 这黏糊糊东西全洗掉了 您可以在家里试试 米醋 白醋或盐都行 好 咱们接下来再说这个怎么去这个腥 去腥呢 我们呢给大家推荐一办法怎么样 搁甜面酱 同时放料酒 放甜面酱啊 对 您在家里可以试一下 一小勺 一小勺 加一点盐 稍微来一点点 胡椒粉 胡椒粉 也可以去一点点这个腥味 对 而且会提香 为什么用甜面酱呢 腌制完了以后 猪肝非常的滋味 而且吃完了有一种酱香的味道 吃不出猪肝的回味是苦的 你刚才说这个去腥啊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有很多家长给小朋友做这道菜 最后呢 就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们多补一补 但是很多小孩子 只要一闻到这个味儿 有腥味 马上一口都不吃了 这个办法 孩子一闻到 酱香味 挺好吃的 对 最后搁这一点 淀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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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玉米淀粉 对 我们家庭用的普通玉米淀粉 增加点这个粘稠性 对 这就可以腌制了 对 关键点之三 在猪肝当中加入少许的甜面酱 盐 胡椒粉 淀粉 腌1到2分钟 下一步呢 我们就来把这个加工的猪肝 先要飞水 我们给它飞水呢 焯水呢 主要是起一个在猪肝定型的作用 如果要是不飞水的话呢 容易碎 焯起来 咱们家里应该讲是粘糊糊的 最后和青菜裹在一起 不好看 飞水 我看它还有一个作用 是不是会把一些脏东西给它取出 对 这粘糊糊给带出去了 好了 这就可以了 好嘞 干 放入碗中 放入碗中 我们再给它过一下油 再过一下油 油烧到几成热呢 烧到六成热就可以了 六成热就行了 不用特别热 对 猪肝要求还是挺嫩 轻轻推一下就行了 别让它干锅就行了 这猪肝是应该挺容易熟的吧 对 尤其鲜猪肝非常容易熟 好了 好 这已经八成熟了 为什么水焯过之后不直接就炒呢 还要再过一下油 焯啊 我们是为了定型 焯完了以后的猪肝再四五成熟 我们过油呢 是为了进一步的摆火 我给它强调的在七八成熟 七八成熟以后呢 最后我们和青菜一翻炒 刚好吃起来非常的鲜嫩 好 处理完了这个猪肝 我们再说说这个 如蒿 南方菜 南方菜 这个如蒿啊 其实在国外啊 像在韩国 日本 非常的受欢迎 它可以煲汤 应该是用 自身带一种抗体 所以食用起来呢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绿色 直接咱们炒这个卤 直接开始炒了 点火 倒点底油 倒点底油 来 我来炒您指挥着 好 我也学习学习 先爆香这个姜片 蒜片 好 香味出来了 好 卤好放进去 炒这种蔬菜啊 切一点点这个蒜片 特有效果 那蒜香配上这种青菜 好吃的很 下面呢 我们加入 白酱油 白酱油啊 炒青菜专用的白酱油 呦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白酱油呢 月菜上头 月菜经常出现这个 这个白酱油啊 其实就是拖色的生抽酱油 哦 生抽酱油炒出的菜呢 它颜色容易发黄 白酱油呢 能保持它的本色 提起先 那老百姓要是看了咱这节目说 我也想用这白酱油 去哪儿买去啊 超市 超市 一般的超市都有 现在我们下入猪肝 下入猪肝 轻轻的炒 哎 哎 枸杞 对 枸杞啊 可以生吃 咱们发过的枸杞在里面稍歪 稍微一炒就可以了 哦 哎 您别说真漂亮 谢谢 可以出锅了吗 可以了 光火 哎 放胃精 这道菜让人感觉特爽口哎 看上去就让你有食欲 要想做好养肝护肝的 卢蒿枸杞炒猪肝 首先挑选新鲜的猪肝 清洗干净之后 加甜面酱 盐 胡椒粉 淀粉 盐一到两分钟 焯水之后再过油 葱姜蒜爆香之后 加入卢蒿白酱油 猪肝 泡发的枸杞 炒匀 调味即可 还要跟大伙先说一件事 我们天天饮食栏目组的 天天有礼活动 已经开始了 只要您购买天天饮食的图书 或者登陆央视网 把观众意见调查表 填了 把您的意见告诉我 嗯 猪肝炒的真的是挺嫩的 嗯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鲁豫将邀请李铁钢师傅 带来一道三块钱燕窝 到底是什么菜呢 敬请收看明天的天天饮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的线